并留下一书 直言蒋介石 今春以来目睹而闻 饱受刺激 陈布雷自杀身亡 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 如今恶而叹气 虽说凡今是接踵而至 可最让蒋介石心疼的 还是李宗人贵习势力的日益强大 经过再三私存 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 与自己有二十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 李宗人 11月上旬 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翠 接到一封集电 电报的内容是要他立即飞往南京 领受重要任务 电报的署名是以言 正是他的顶头上司毛人凤的化名